今天给大家处理一下8公斤左右的一条三尾鱼 我们现在是火红油 好 左板钻上去 铺在上面 钢子打滑 我们现在把它的鱼头取下来 刀斜着 刀 推过去 融性骨砍光 刀斜回来 刷过来 这就是它的鱼头 好 现在我们把它的融性骨取出来 刀 卡进去 往前推 换过来 把肉刮回来 包寿司管子内斗 同样的 稍微开进去 往前推 这就是它的一个鱼排 现在我们把它进一个分割 尾巴 刀刀 好 我们先给它打刀 好 谢谢大家 这是它的一个鱼翅 现在我们翻过来 把它的鞭排处理一下 刀放上去 一刀拉过来 直接拉到尾巴为止 尾巴这里割一刀 推上去 它的鞭排就处理下来了 鞭排就很亮的刀 接着它的鞭排的主头 一刀拉过去 直接拉到尾巴 然后把尾巴这里割断 这是它的一个尾巴 直接把它的鞭排先割下来 鱼翅传不在这里面 然后现在我们放回来 把剩余的处理干净 直接割到它的指盘线 刀割下来 这样子这半段已经处理干净了 我们直接给它 对吧 放一边 我们把这边刮一下 然后把它割一下鱼皮 现在我们给它取一下鱼皮 中间是它的一个金 直接把它这条鱼剔下来 我们直接用来一个口罩 放电 这是它的鱼皮 如果你要把它割下来 就是把鱼皮 另一点 你不必要放电 我们市场 咱们都要把鱼皮 都要给它 相思 鱼皮 好,我們來處理另外幫助 尾包 不燙 我們先罰側 好,這就是它的一個魚子 我們現在把它分割下 翻過來 刀放上去 一刀拉過來 直接會斷 這邊也同樣的 現在我們把它翻過來 把剩餘的彈幕處理乾淨 最棒 我們現在把它魚皮取一下 好棒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